嗨,欢迎来到小飞英语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哈利波特学英语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片段 讲的是哈利得到自己的魔障 整个内容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无字幕的观看影片 第二个部分是内容精讲 好,我们先来看电影片段 好,下面我们来看内容精讲 好,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curious,curious 表示好奇的,不寻常的 当哈利拿到魔障的时候 奥利凡德先生说 curious,很奇怪,很不寻常 那这个时候呢,哈利问他 was curious,有什么奇怪的 was curious 这个词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名词形式表示好奇心 读作curiosity curiosity 有一句俗语叫做好奇害死猫 在英语中表达是 curiosity kills the cat curiosity kills the cat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 好,我们来看这个词 表示魔障 wound wound 比如来看这个例句 魔障选择巫师 the one chooses the wizard 后边的词 wizard 表示巫师 wizard 和巫师相对应的 不会魔法的人 叫做麻瓜 m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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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 it so happens that the phoenix 好,我们来看这个词 表示凤凰 读作 phoenix phoenix 那再一部影片叫做X战警 X-Man 里边有一个角色叫做黑凤凰 他的英文名称是Dark Phoenix Dark Phoenix Dark表示黑暗的 组合在一起 Dark Phoenix表示黑凤凰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 我们来看这个词 tail feather tail feather 表示尾语 它是一个合成词 tail tail 表示尾巴 feather feather 表示动物的羽毛 两个词连在一起 tail feather tail feather 表示尾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和feather 羽毛这个词相关的一个短语 叫做burst of feather 这个短语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 是同一根羽毛的鸟 它的隐身意识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也就是指同类的人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电影片段 在刚才的影片中 用burst of feather这样的表达 来表示同类的人 burst of feather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 奥利凡德先生表示 哈利的魔杖和另一根魔杖的尾语 是来自同一个凤凰 他用的表达是 who still feather resides in your wand 我们来看一下reside这个词 他表示存在于 也表示居住 reside reside 比如说我们想要问 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说 where do you reside now where do you reside now reside这个词和live 意思是非常相近的 live咱们更熟悉一些 表示居住的意思 而reside相对来说 会更正式一些 我们在口语中表达住在哪里 通常用live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 好,我们来看这个词 destine 它表示注定 指定的意思 我们来看影片中的这句话 你注定要使用这根魔杖 you should be destined for this wand destine是一个动词 它的名词形式为destiny destiny表示命运 我们来看例句 命运使他们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 destiny brought them together destiny brought them together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 when its brother gave you that scar 我们来看这个词 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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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伤疤 指伤口愈合之后呢 留下的疤痕 我们注意一下它的发音 如果一个单词是以sc开头 那它的发音 sk sk 倾向于发 sk sk 虽然在音标中 它写的是sk sk 那我们在实际发的时候呢 倾向于是发sk sk 这样的音 所以伤疤这个词 咱们读做 scar scar 类似的词还有很多 比如说学校 读做 school school 也是以sk sk 这样的发音开头 屏幕读做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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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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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规则 咱们了解一下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来看一下例句 它的额头上有个伤疤 我们可以说 he had a scar on his forehead he had a scar on his forehead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之前有一部影片叫做狮子王 The Lion King 里边有一个角色就叫做scar scar 翻译为刀疤 他是老国王的弟弟 是一个反面的角色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讲的是哈利和罗恩第一次上课迟到 我们先来无字幕的观看影片 好 下面我们来看内容金讲 好 我们来看这个词 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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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想象 刚刚在影片中 罗恩说 如果我们迟到了 想象一下老麦格的脸色 他用的是 imagine the look imagine the look imagine 表示想象 look这个词 咱们平时比较熟悉的是他当看讲 look除了表示看 他还可以表示脸色表情 这个时候他可以做名词 在刚刚的句子中 想象一下老麦格的脸色 imagine the look 用的就是他的名词形式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 他满脸迷惑的表情 我们可以说 she had a puzzle look on her face she had a puzzle look on her face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词组 bloody brilliant bloody brilliant 表示非常厉害 它是一个合成的词组 其中bloody 表示流血的 另外也可以在口语中表示强调 表示很 或者是非常 后面的词 brilliant brilliant 表示出色的 成功的 比如来看这个例句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我们可以说 he is a brilliant musician he is a brilliant musician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那bloody和brilliant 组合在一起 在口语中表示非常厉害 bloody brilliant bloody brilliant 刚刚在影片中 罗恩对麦格教授说的这句话 bloody brilliant 表示非常厉害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这个词 assessment assessment 表示评估评价 assessment 刚刚在影片中 麦格教授说 thank you for that assessment 多谢夸奖 这个是对于罗恩对他说 bloody brilliant 非常厉害 之后的回应 thank you for that assessment 多谢夸奖 assessment 这个词在咱们日常生活中 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 考试的时候一些评估 或者是工作中的一些评估 都可以用这个词 assessment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比如说 我同意这一评估 我们就可以说 I 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这个词 transfigure transfigure 表示变形 它是一个合成词 前面的词 trans trans 表示反噬的 比如说反噬脂肪 我们可以说transfat transfat 后边的词figure figure 可以表示人物 也可以表示认为 或者是理解 两个词组合在一起 transfigure transfigure 表示变形的意思 那有一部我们很熟悉的电影 叫做变形金刚 它的英文说法是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前面也是用了trans 作为前缀 transformer 表示变形金刚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pocket watch 表示怀表 pocket watch 它是一个合成词 前边的pocket pocket 表示衣服上的口袋 watch 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种意思 它可以表示观看 那第二个意思 它也可以表示手表 两个词组合在一起 pocket watch pocket watch 表示怀表 我们还有一个 和pocket这个词相关的表达 非常常见 叫做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放在口袋中的钱 也就是零花钱 pocket money 我们来看例句 我可以要多一点零用钱吗 我们可以说 can I have more pocket money can I have more pocket money 好 这些视频 我们通过看哈利波特 来学英语 欢迎评论 点赞关注 后续你还想看哪部影片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些视频就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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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